一旋就知道在家玩游戏的年轻人 被家里强制送到野外去锻炼 结果遇见了杀人狂 最后只活下了一个人 大家好 我是大外话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这部电影叫做 数年中 今晚谁也别睡觉 不要说 咱们来看点吧 这部电影说的是啥的 说呀 那是发生在不知道哪一年的布格兰 如果你们不知道布格兰 也没关系 其实我也不太了解 但可是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 都有网瘾少年和青年 他们每天就是知道打游戏 一个个也不想出去找个具现啥的 于是 布格兰的家长们 就把自己的孩子们送到了集中营 这里是军事化管理 大家不可以带手机和电脑 就相当与世隔绝一个礼拜 让网瘾青年们多亲近大自然 多看看身边的男孩和女孩 多交一下现实中的朋友 当然了 这么多孩子不可能一起训练 都要分享一个个小队 咱们的主演们 就分享了其中一个小队 队员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领队是一个户外老大姐 我们叫做领队姐 队员是一个健身男 一个睡觉男 一个激发妞 一个黑发妞 还有一个小胖子 他们的小队需要在丛林中 徒步升天 就这样领队姐开始带领大家徒步 其实远离了网络远离了手机电脑 多在大自然走走 你就会发现一切的一切 是真累啊 平时咱们哪有这么大的运动量啊 更闹心的是啥的 睡嘴哥真是一个睡嘴 这一路倒闭刀倒闭刀 终于把健身哥反的动了手 这回你们能理解 当年大话西游里 说悟空为啥动手 睡嘴哥这回也服了 也不倒闭刀了 我严重怀疑你是一个主播 平时养成的习惯 就在他们还在这边悟学选的时候 他们想不到 附近的一个村民家里出事了 一个大婶本来往地下室扔食物 结果自己也掉进去了 然后这个大婶就被整死了 所以地下室下面肯定有东西 而且这回地下室的东西要出来了 再回到咱们这几个小青年这里 大家都走了一天了 所以大家开始搭搭帐篷 弄好营地 晚上过夜啥的 激发妞在这里只负责美 根本不会搭帐篷 这个时候就体现一个美女的优势了 那就是有人愿意帮她 所以在别人干活的时候 她就可以去洗脑 这上哪说的一下 我要是在现场 我也得帮忙搭帐篷 到了晚上 大家还要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 小胖子最先开始 原来她是一名职业电竞选手 英雄联盟在波兰排名第二 马上就要去韩国参加比赛 结果又被自己的妈妈 送到这里戒掉网瘾 就算冠军有50万美金也不好使 还是要戒掉网瘾 她妈可不管电竞不电竞 本来要轮到黑发妞说说自己的故事 结果领队姐一看资料 就不勉强她跟大家分享故事了 看来也是一个有悲伤背景的妹子 聊天也聊天了 差不多大家也该睡了 半夜的时候 健身哥就偷偷的洗床了 当然她不是妞妞 而是偷偷的去洗烟 虽然在湖边 我们还是不介意再临取洗烟 因为有可能会引起火灾 没过一会儿 金发妞也来了 她也不是洗液 而是要跟健身哥出对象 当时健身哥都有点懵了 虽然自己有几个网友 没想到就连现实还有妹子喜欢 可惜啊 自古多情走归天 健身哥也不例外 跟人家为了爱情鼓掌之后 还不赶紧回去睡觉 还躺在河边下垃圾 结果被一个怪人抓走 后来也是死的透透的 这个怪人就是地下室跑出来的 第二天一走 健身哥失踪了 大家肯定要出来找找 领队姐问这帮人 你们谁看见健身哥了 尿尿尿尿丢了 金发妞就说昨晚见过健身哥 但可是在湖边也没啥发现呢 不过黑蜡妞这边还是有发现的 附近的树上有血迹 领队姐一开始还不相信 不可能 一定是树上分泌的液体不是血液 后来一看还真是血液 这个事情就不好办了 领队姐就说了 咱们先找找健身哥 如果一个小时找不到的话 咱们就回去 就这样 领队姐带着小胖子 还有黑发妞一起去找 原地留下鸡发妞和碎嘴哥 等待健身哥回来 但可是他们依然没想到 真正危险的事情还在后面呢 领队姐他们来到了一个私人住宅 为了寻找健身哥的建筑 也只能先进去看看 这个场景 这个剧情 让我想起来恐怖落相馆了 进入房子里之后 这家里也没有人呢 只有地下室的门开着 小胖子在外面望风 领队姐和黑发妞下去看看 万一有土豆子和地瓜啥的 他们也不算空手而归啊 是不是 不下来不知道 你下来下梦了 这下面简直是人间地狱 各种被长死的人 老吓人了 就在这个时候 家里还回来人了 正是之前杀死健身哥的那个怪人 这个咋整啊 没有办法 小胖子也只能跟他们一起下去 啥子都知道 如果被发现的话 他们都得嗝屁操量 多亏了地下室有一个出口 咱们可以逃出去 我就纳闷的 怪物那么大利息 这个出口 他们咋不出去呢 当然了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跟电影剧情开杠 就相当于脱鞋 必须上抗一样 反正领队姐被人家抓住了 而且整死了 只剩下黑发牛带的小胖子 一路小跑 你们以为 咱们这边很危险 另外一边也挺闹心 金发妞和水水哥 闹歌的时候 为啥怪人可以同一时间出现在两边呢 小胖子和黑发牛 来到了一个村民家里 本来是想问人家 有没有电话要报警 结果这里的老大爷 让他们先坐下 遇到事情不要慌 听他们这么一说就明白了 因为他也曾经被这个怪人袭击过 还失去了双腿 那么这个怪人是咋来的呢 老大爷慢慢想给你们听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 附近住了一个寡妇 带着两个孩子 本来他们的生活挺好的 但是有一天落下一颗陨石 两个孩子出于好奇 就去看看陨石 万万没想到 他们还偷偷的把陨石带回了家 半夜陨石释放一种毒液 让这两个孩子变异了 整了半天 这还是一个科幻恐怖电影 寡妇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发现两个儿子在地下室 把他们家里的狗都吃了 那玩意生吃也不好吃 当时就把寡妇大姐吓得 直接把孩子们关在地下室 这一关就是好几十年 慢慢的寡妇大姐也疯了 从老大爷的语气中 多多少少有点可怜人家大姐 可能是年轻时候也追求过人家 黑饭妞他们觉得 不行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 他们之前在地下室听过电话响 所以他们决定 要回到怪人家里的地下室 拿电话求救 另外一边的睡嘴哥 也跑到了一个教堂 把刚才黑饭妞被整死的事情 都告诉了这里的牧师 牧师本来要报警的 可惜自己手机没信号 用坐机报警也不行 因为前几天让大雨冲坏了线路 结果刚说完 电话就响了 你这是扯徒的呀 原来牧师也不是傻好人 也要整死睡嘴哥 好不容易他才逃走 来到了刚才老大爷这里 老大爷以为是怪人来了 一开枪整死了睡嘴哥 黑蚂妞和小炮子 也来到了怪人家里地下室的出口 他们决定来一招 生动机器调虎离山记 小胖子现在也变得很爷们 他主动要求吸引怪人 黑蚂妞亲的一下 更加变得像个老爷们 于是小胖子在外面疯狂的敲门 边敲边骂 有种出来单挑啊 有种出来整死我啊 我都不带跑的 我要是跑的话 你们就是小狗 黑蚂妞这边也差不多下了地下室 但可是人家还有一个怪人 别忘了人家是两个兄弟啊 小胖子也被人家抓住 生命没在在西 这还要感谢主角光环 怪人没有立刻整死他们 虽然黑蚂妞最后找到了手机 不过人家手机有密码 而且没电关机了 这是个蛋不 还是小胖子最后给力 手里有把刀 黑蚂妞用刀打开了自己的铁链子 最终逃走了 在路上终于遇见了警察 结果怪人出现 警察也被人家给整死了 黑蚂妞再一次发挥自己的主角光环 死里逃生 开着警察的车逃出了怪人的杀手 有小伙伴一定要吐槽 大白瓦我们也没看到怪人长啥样呢 我都是为了你们好 他们长得太丑了 就好像土豆子上长了葡萄一样 怕你们做噩梦 当然了 这两兄弟两个怪人 还会继续害人 电影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一个啥道理呢 小伙伴们不要沉迷网络和游戏 走出去多交交朋友 然后你就会发现 以后玩游戏就有人开黑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妈妈妈